4月19日晚韩国媒体播出了郑俊英聊天群受害者李某的采访 李某称2016年受邀参加聚会时 本来很能喝酒的他却失去意识 朋友怎么喊都喊不醒他 三年后看到群聊记录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群聊记录中成员金某上传了性侵视频 崔忠勋看到后称晕过去了嘛 郑俊英称强奸了啊 警方已将金某以准强奸罪送简 非凡娱乐时事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